大家好,我是千锋教育阳哥云计算团队讲师洛老师 感谢大家对阳哥团队的信任和支持 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上一节课内容继续往下讲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讲到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已经就是说 配置完了KONFORENCE的这个数据库的环境 数据库的环境 我们现在能够为KONFORENCE提供一个正常的数据库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KONFORENCE的一个安装 KONFORENCE的一个安装 那么KONFORENCE的安装也是一样的 也需要这些包 首先我们得需要KONFORENCE的基本的安装包 还有我们得需要一个什么MICSIRCLE的连接驱动 它连接KONFORENCE连接MICSIRCLE数据库的一个驱动程序 那么同样的道理 同样道理我们先去进行一个什么数据的一个上传 那么数据的上传这一块呢 我们已经上传了KONFORENCE的这个安装包 然后KONFORENCE的这个还没有传 所以我们先把KONFORENCE这个安装包给它上传上去 KONFO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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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了 稍等一下 我传一下 需要点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在他上传的过程中 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下这笔记啊 笔记 那他安装的过程也是相对比较简单 安装的过程中 那么我们首先得相应的他有得有一个执行权限 对吧 那么这个执行权限我们得给 然后呢 同样的同样的道理 也跟这个计划的安装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执行啊 点个安装就可以 那么安装也是一样 安装一样 他也有三种方式 对吧 第一种是我们的默认安装方式 第二种也是我们的什么自定义安装方式 第三种是我们的升级安装 升级安装 然后同样的配置也一样啊 同样的配置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说啊 有一个康伯伦斯的配置啊 但是他的端口发生了变化 他的端口是8090啊 端口是8090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 他的端口是8090 那里面用的是什么 8000端口 然后安装过程也是一样 只有我们在去安装模式的时候选个一就行 因为我们手次安装嘛 默认安装就可以 那么其他的直接回车OK就可以 然后最后监听的端口是8090 我们配完之后啊 启动服务之后看 相应的是不是有8090的监听啊 最终我们也是得什么 得去 得去什么 复制我们的这个 嗯 坑佛伦斯的这个CMD 这个这个GDBC啊 数据库 满色口的连接啊 驱动啊 到他的这个接口目录里面 接口目录里面 然后呢 最后对我们康伦斯做一个相应的一个重启啊 重启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已经已经上传完成了啊 上传完成之后呢 我们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这个什么情况啊 嗯 一段一段的 这个云服务器有问题啊 我们重连啊 重连像我们ls看到的 我们这个康伯伦斯已经什么啊 已经传上去了 那么我们康伯伦斯传上去 我们也一样 C H C H M O D C H M O D C H M O D 然后呢 是什么 加一个X权限 然后I T 对吧 然后呢 坑佛伦斯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权限了 是吧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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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 然后这时候就他就开始啊 去部署了 然后我们这一块是不是 他其实啊 是否开始部署 然后我们是是就可以啊 是就可以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时候就是三种安装模式嘛 第一种是我们的什么 默认安装 第二种时候 自定义安装 第三种升级安装 那我们选啊 因为我们是首次部署 选第一步啊 就可以啊 然后呢 然后呢 让他装就行 那么这时候就是说 你是否安装服务 默认是yes 那我们回车啊 直接装就可以啊 那么大家注意啊 装的时候啊 他默认的时候啊 也是用的是这个目录里面 OPT下的 挖下的 这类似里面 APP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下面 对吧 然后呢 装完之后 其实就是一个解压的过程啊 就是一个解压的过程 那么装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啊 相不像他这一块 这一步是其实啊 我们需不需要启动服务 那我们直接回车啊 启动服务 启动服务之后 大家会看到啊 会看到在我们的OPT Atlas 里面 下面 以及让我们的挖下的Atlas 里面 就会有相应的一个 恐怖认识的安装目录 那我们去看一下 LS 一下OPT 下面的什么 Atlas 对吧 什么目录里面 然后呢 Confluence 下面 对吧 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相应的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然后呢 Ls 像什么 挖下的什么 然后呢 Atlas 里面 下面的什么 Confluence 对吧 对 APP data 下面 对吧 有我们的 Confluence 下面 对吧 application data 下面 对吧 这个里面是我们啊 要产生的一些原数据啊 原数据 那么我们现在啊 起伏启动了 我们看一下 ss ss-amput 然后呢 去 GREP 然后 GREP 什么 8090啊 8090去看一下啊 8090已经开始监听了 那证明我们的 Confluence 啊 服务已经正常启动 正常启动 那么 服务正常启动 那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需要就要去把我们的 买Circle的连接驱动 给它考进去啊 买Circle连接驱动 考进去啊 买Circle连接驱动 考进去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个目录啊 cd 到什么 挖下的 什么 opt 下啊 opt 下的 然后呢 Atlas 下面的什么 Confluence 下面 Labor 下面 对吧 Lab 下面 然后呢 Ls 下 你看啊 这个里面也是跟那个 GREP 是一模一样的 它下面也是啊 也是用的 好多就是说 Confluence 的 所有的依赖环境 所需要的 架包啊 架包 然后我们 copy 什么 copy 跟下的 root 下面的什么 MyCircle 下面 MyCircle 什么 MyCircle-con 对吧 这个连接驱动 考到当前目录下 那么这个驱动 考完之后 Ls 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已经把这个驱动 考进来了 考进来之后 然后呢 我们去什么 cd 到 vtc 下的 int.d 下面去把我们的这个 Confluence 啊 重启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这个装完之后 我们这个下面就会有自动生成了一个什么 Confluence 这么一个啊 初始化文件啊 对吧 然后 .con Confluence 然后 stop 对吧 先把它给停了 然后呢 停了之后 我们再去什么 start 取一下 st art 对吧 st art 然后起来之后啊 我们再去看一下监听啊 看一下监听 现在已经在这两个位置上有监听了 监听了 然后呢 我们 cd 一下 我们 c url 一下 杠什么大i 然后什么 lcl host localhost 毛号 8090 看一下我们的状态码啊 302 302 任命我们的什么能够正常访问 对吧 我们状态码从什么 从200到小于400的都能访问 只有400等于400就不行啊 我们这个400以下的都是正常的啊 所以呢 我们确认啊 没问题 没问题之后呢 我们去啊 浏览区里面登录一下 登录一下看一下 然后我们去输哪个地址啊 我们去啊 找一下我们的公网地址 我们再一次叫找公网地址 对吧 我们的公网地址是复制 然后呢 在这块粘贴一下 对吧 粘贴 然后冒号 8090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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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0访问不了 为什么访问不了啊 那么我们这一块就得去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个公用云服务器上 我们的安全组的设置啊 然后我们点更多 然后呢 在这个安全组 安全组 安全组配置里面啊 安全组配置里面 点进去啊 这一个默认的安全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8080端口 我们默认是吧 之前是啊 之前是放开的 之前是放开的 然后呢 那么我们啊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什么 我们要去再添加一条安全规则 安全规则是什么 我们内部的允许的TCP协议啊 看一下方向 方向是入方向 也就是外网访问内部 外网要访问我们 我们的云服务器的时候啊 要生效的策略 然后呢 外网访问 问我们云服务器的是什么 允许的策略 什么协议 那个TCP访问 那么哪个端口 对吧 就是8090啊 杠8090啊 那么我们的用的TCP协议 把这个端口啊 端口范围啊 也就是放一个啊 放一个端口吧 8090到8090 然后呢 优先级设为什么 10吧 对吧 优先级设为10 然后我们的授权类型分为什么IP网段类型啊 IPv4网段类型 然后怎么去授权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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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对吧 所有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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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监听所有的IPD杠 是吧 0啊 杠0 那么这个就是把所有的都给释放了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描述里面写一个什么 我描述里面这个写个康佛论词吧 然后呢 因为这个单子啊 嗯 康佛论词在这呢啊 康佛论词比较长啊 写一个康佛论词啊 粘贴 然后呢 我们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访问啊 8090 然后8090 我们也是放 释放开了 对吧 8090 然后呢 我们在这块再去刷新一版 看一下 我们的来了 我们来了 所以呢 这时候 这时候 我们的这个康佛论词的部署啊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这节课啊 就先到这个位置啊 这个就先到就 接下来一节课我们再去啊 去学习啊 康佛论词的一些配置啊 康佛论词的配置 ��서您可以告诉您 第一这一 coke嘱基本都是这里啊 这是这里的接异式很大的